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XS攻击这个专题的第二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什么是XS的宽交目攻击 就是它的定义 第二呢就是它厂见一些分类 怎么划分的 第三呢就是它锁定的一些危害 都有哪些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目录 那么咱们这里呢首先看第一 就是XS攻击的定义 就是什么是XS跨站脚目攻击 那么跨站脚目攻击呢 它的英文全称是什么呀 是Crossed Set Screen 那么这里呢为了不和这个层体样式表 因为前端有一个层体样式表 它的缩写是CSS 为了不和它的这个缩写呢混淆 那么咱们这里呢把这个跨站脚目攻击 这个缩写呢改为这个XSS 那么什么是XS跨站脚目攻击呢 那么咱们这里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一个恶意的攻击者 它是往一些外面页面表单啊 等等一些它可以插入的地方 然后呢插入一些恶意的这个scree的代码 那么当用户浏览当前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那么插入在这个外面表单里面的这个代码呢 它就会被执行 从而呢达到了一种什么呀 就是攻击者去欺骗用户 或者是攻击用户的一个特殊的目的 那么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定义 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第二点就是这个XS攻击的一些危害 那么这里攻击者啊 就是这个黑客 他一般会用这个XS攻击呢 去干嘛呀 干些哪些东西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列举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危害 当然这些危害呢 它包括但不局限于此 那比如说第一 它可以盗取一些管理员 后代管理员 或者一些普通用户的一些这个cookie 第二呢就是它可以读取 篡改添加或者删除一些这个敏感的数据 第三呢就是它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网站的一些挂码 啊包括一些非法的一些转账 以及呢它可以利用啊 XS加这种CSF这种组合形式的一个攻击呢 啊去比如说伪造用户啊 伪造这个管理员用户去添加一些这个 恶意的一些这个信息 或者它直接伪造这个管理员用户呢 去添加一个管理员用户 当然有时候严重的情况下 它可以直接去干买 去获取这个网站的一个webshell权限 那么第三呢 就是咱们XS的跨阶脚本攻击啊 常见的分类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主要是按这个攻击的方式去进行划分 这里主要是划分成这个三大类 第一类呢就是一个反射型的XS 第二类呢是这个存入型的 第三类是基于DOM型的一个XS 那么什么是反射型的呀 在这里大家可以这样简单的去理解 去理解啊 就是说这个反射型XS呢 它其实就是基于一个这个客户端的啊 一个这种一种交互 那么就是它简单的把这个用户书的数据呢 反射给这个当前的用户浏览器 它并没有去啊 我把这个数据去啊 存储到这个服务器端啊 并没有 那么这个反射型XS呢 它也称作这个非持久型的一个XS 那么存储型的呢 那不言而喻了 它就是什么呀 它将把这个用户的输入的数据呢 存储在这个服务器端啊 它并不是说啊 只是单纯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这个交互了 它是把这个数据存在服务器端 那么这种就很强的一个这个威胁了 这里比如说一个常见的一个场景啊 就是攻击者 他在他自己的一个博客 比如发表一篇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里面呢 它是带有一些这个恶意的 这个JS的一个代码的 那么一旦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呢 假如说有一些这个普通用户 他去访问这个他的博客去了 然后突然访问到这篇文章之后 那么其中呢 这个恶意的代码就会被激活啊 就会被执行 那么假如说这个恶意代码是干嘛 去获取这个用户的这个cookie的 那么在这里只要访问过 他当前这篇文章的这个用户呢 cookie都会泄露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存储型的 当然存储型呢 他也叫做一个持久型一个XS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一个基于DOM型的 那么基于DOM型呢 他其实来说啊 从这个效果上来说啊 他也是一种反射型的XS 那么这个基于DOM型呢 但是他有一些这个 他的一些这个特征啊 就是说他是干嘛 他一般都是通过修改页面的 一些这个DOM节点 就这个DOM型呢 他就是可以这样理解 他理解成一个这个树状型的 一个这个结构啊 他就是通过去修改 比如说这个每一个节点 或者就是那个主干上的一个节点 或者这个主干上的一个节点 然后呢 他形成了一个这种XS 所以把它称之为这个DOM型的 一个这个XS 那么这里呢 就是他一个常见的分类 底下呢 就是咱们针对啊 这个跨占的一些常见分类呢 然后具体的有三种不同的一个这个实力演示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针对这个反射型的 第二种呢 是存树型的 第三种是基于这个DOM型的一个实力 这里呢 我在我本地的论器啊 去打开 这个URL 好的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那么这里呢 咱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基于反射型的一个XS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当前这个反射.pvp 他有一个这样的参数 然后name 那么name后面呢 就是他 所对应的一个这个参数的一个值啊 就是一个Value 那么在这里呢 他是TES 咱们accusate一下 发现在这里 他对应的有个混线框啊 也是返回 在当前输入这个数据 它只是一个基于这个浏览器的啊 一个这个反射 那么这里比如我把它换成啊 TES后面随便输入 那对应呢 他这里也进行一个这个返回 这里咱们可以查看一下原代码 发现呢 他的Value啊 就是咱们刚才输入的这个数值 那么在这里就尝试构造一下这个跨占代码 咱们把这个name后面再换成跨占代码 好的啊 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 一个这个script的一个这个跨占代码 那么如果假如说啊 我直接这样写的话 他底下会不会比如说 达到咱们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弹出了一个对话框里面有个1 咱们这里可以先看一下 我觉得是不会的 肯定不会 看到没 他直接是把咱当前输入这个跨占代码 直接给输出来了 为什么呀 咱们这里就可以看一下原代码 看到没 咱们当前啊 输入了这个跨占代码呢 他直接把它干嘛 当成了一串字符串去对待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不会去执行的 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字符串 去进一个输出 那么这咱们怎么样 才能把他这个跨占代码去成功的去激活 让他去执行呢 这咱们需要闭合 因为咱们这里可以通过原代码看到 他是用到一个input的输入框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先把他input的输入框给闭合掉 那就简单的这么几个字符啊 就可以把它闭合掉了 那么这块的话 前面就是他input框里边一些内容了 那么后边这个东西 就咱们单独出来一个square的一个这个跨占代码 咱们这里再IQC的一下 哎 发现呢 他成功的弹出了这个 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这个对话框啊 里面有唯一 当然这里的话啊 你可以换一下其他的 比如一下这个词语句 比如像image啊 或者svg啊 等等一些标签 这里呢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个基于反射性的一个这个 xs宽量加盟攻击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存储型的 宽量加盟攻击 同样啊 他有一个这样的name的一个值 那这里假如说 把name附上一个test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IQC一下 发现他成功的返回来咱们输的这个数值 那么存储型和反射性 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呀 他是基于这个服务器的 他是和服务器啊 有这个交互的 就是说我在这里输的数据 他是存储到这个服务器上的 这里咱不信 你可以直接访问一下这个 这个文件 看看有没有咱们这个test的这个 字符 哎 发现了他的确 回想了咱们当前输入这个test的这个字串 那么同样道理 咱们这里呢 可以把它换成一个这个恶意的 sq的代码 当然你也需要闭合的 我这里就用到这个svg啊 这个标签 然后呢 去进行闭合 前面是闭合 然后这里咱们IQC一下 发现呢 他成功了啊 去弹出了咱们 当前想到这个值 那么这里存储的话 他一个唯一唯一的就是和这个反式的啊 有一个这个鲜明的对比 他是干嘛呀 他是存储在服务器上的 那么这条 跨界代码呢 他是存储到这个数据库里面了 那么接下来 假如说我在访问这个链接的时候 他同样会执行咱们刚才插入那转代码 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个链接 发给任一个啊 就是一个用户 或者就是说任一个用户 他访问这个链接啊 都会去执行咱们当前这个阴面里面 这个sq的代码 那么这就是个存储型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DOM型 同样啊 DOM他有一个这个NAME的参数 这里我先给他附上一个Test 发现呢 他同样的啊 把这个咱们输入的这个数据呢 回显到这个意面当中 这里他为啥底下会出来一个这个东西呢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个DOM型 他有一个特点了 咱们这里可以右键 尝语代码 然后呢 他是干嘛呀 他是把你当前这个 咱们输入这个数值呢 然后呢 给摘出来啊 然后再进行一个输出 就是他三 他是先获取到 就是你Test的里面这个值 然后呢 并且呢 再输入在这个print内 那么这里 这里呢 就是一个基于一个DOM型的 一个这个XT的宽态 加盟攻击 那么同样的 咱们这里就可以把它 所以咱们可以换成 咱们最原始的这个script代码 发现他成功的啊 弹出了咱们对话框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DOM型 其实从这个效果上来说啊 他是和这个反射型是一样的 假如说我直接现在在访问这个DOM的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是不会 弹出就是说 咱们和这个存储型的这个页面一样 因为存储型的话 你这里我再访问一下存储 他当然会弹 因为他是存储在服务器上的 而这个DOM型和这个反射型呢 他不是存储在服务器上的 所以他不会保存 就是咱们之前输入的一些数据 好的啊 那么上述呢 就是咱们针对常见的一些分类的一些实力演示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客户集体模块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希望各位学员呢 就是在课下 就是本地搭建一个这个测试环境 并且呢 对咱们上述啊 所这个描述的这种三种 XXS啊 攻击形式的一个这个分类呢 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分别的一个测试啊 就是针对反射型的 存储型的啊 或者基于DOM型的啊 进行一个本地的测试 并且呢 去理解啊 这个跨站 他里面的一些这个具体的 一些这个含义 好的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 谢谢大家